大家好 线上AI影片的编辑技术持续的快速发展 以往需要专业的编辑人员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如剪辑、特效、配乐等 现在都可以透过AI的辅助来完成 使用者只需上传素材影片 即可利用线上的AI影片编辑平台 轻松地产出高品质的作品 AI编辑技术的更加智能化 能够准确地分析影片内容 自动建议最佳剪辑点 甚至加入适合的转场效果和背景音乐 一些平台还提供智能的字幕生成 虚拟主播等创新的功能 大大的提升影片制作的效率 另外AI影片编辑器与各种云端服务的整合 让协作编辑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团队成员可实时共享并及时预览及修改内容 远端工作的障碍也被彻底地打破 随着5G网络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算法不断地精进 线上AI影片编辑的体验将更加地流畅 未来高品质的影片制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普罗大众也能轻松地驾驭这项技术 为内容创作开启崭新的可能性 还记得本站分享的FlexClip影片编辑吗 如果你对它还不是很熟悉 想进一步了解FlexClip所有的功能 可以观看本站之前的影片介绍 影片的连结我放在留言区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点击连结前往 FlexClip最近又将功能推进了一大步 今天本站要分享三大新的工具 分别是From A Key影片色度去备 Reverse Video影片到转功能 以及Freeze Frame的冻结影格 话不多说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相信各位应该常常看到许多影片合成的特效 而这些特效经常要使用绿幕拍摄 再使用大型的幕后编辑软体做后置 然后再将两个物件做合成 不仅耗时而且很难做到完美的境界 最近使用了FlexClip的色度去备做测试 发现了FlexClip可以很简单就能实现 首先登入你的FlexClip账号 然后创建一个全新的影片 选择你想呈现的影片比例 左手边按下图片或是影片的按钮 假设我们想制作一个惊险的画面 一只恐怖的大狮子悠闲地躺在大街上 请在搜寻列输入街道的关键字 找到适合比例的一个图片或是影片 拖曳到影片的场景中 右键将它设为背景 接下来我们按下影片的按钮 搜寻绿幕也就是Green Screen 找到狮子的素材 一样拖曳到场景中 调整到合适的大小及位置 然后按下上方的色度去背按钮 这时候左手边会出现预设的绿色及黑色 请按下绿色的圆形色块按钮 调整色度去背的强度到合适的大小 我们可以发现FlexClip这个功能 只要简单的两个步骤就能实现它 接下来是Reverse Video的影片倒转功能 以前这个功能对我来说 会花许多的时间做非常繁琐的动作设定 FlexClip最近发布了这个新的功能 一键就能简单地实现 而且是免费的 以大家常看到的经典跳水为例 首先在搜寻列搜寻跳水的影片 拖曳到场景中 接下来请在时间轴按下右键 按下倒带影片 系统会自动帮你处理 不到三秒的时间 就能实现影片倒转的功能了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 Freeze Frame的冻结影格功能 这个功能最常出现在影片的重要关键时间 也就是最重要的画面将它冻结 吸引浏览者的目光 让观众留下剧情的最精彩的片段印象 以跳高这个运动为例 一样在搜寻列搜寻跳高运动 将影片拖曳到场景中 然后在时间轴选择想冻结画面的时间 右键选择冻结画面的功能 系统会自动帮你冻结预设的两秒钟画面 如果你想冻结更长的时间 只要在产生的冻结影格 以拖拉的方式 将它拖拉至你想冻结画面的时间长短 就能简单的实现 Freeze Frame冻结影格的功能 本来想详细介绍FlexClip 这三个最新的功能 后来发现好像没什么可以介绍的 因为它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能实现强大的功能 所以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FlexClip有新的功能发布 本站会在第一时间分享给你 记得持续关注本站的动态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订阅本站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分享哦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分享见